田大嫂 听说你是洪姑的闺中密友 又是第一个发现洪姑自尽的人 是 洪姑家乡遭难 丈夫又死得早 自从五年前 她搬到洪泥镇开酒铺 就一直在我丈夫的药铺存膳 购买草药酿酒 所以我们的关系就一直特别要好 等等 田大嫂 你刚才说这千日洪是药酒 那缸里的水有一股很特别的味道 我说那天味怎么那么怪 你记得吗 你看 洪姑最近有什么反常吗 没有 洪姑一心惦记着婚期 这些天她出了高兴 哪还有其他 大姐 高兴是肯定的 这么问你了 你这闺中密友 结婚这前几天 你没去帮个忙吗 我昨天一整夜都在家 我没有出门 昨天 不是我是问你说 谁能证明 对啊 我一个人在家 没有人能证明 你这不等于没说嘛 是不是姐 田掌柜昨晚一宿没回去 田明他整日琢磨医药 我常在存善堂过夜 你们这不是在怀疑我吧 我今天跟洪姑说 立白被主死的事 他 他就念念叨叨说什么 说什么抓远途 说不能连累你 没想到他就 这幅画 你们怎么看啊 这幅画乍看得挺粗糙 但是画画的人功力一定十分深厚啊 而且应该来自于西域 你看 这个纸张 里面掺着动物的毛发 所以柔中待刃 而颜色呢 也是旷物着色 你要说这画 不是一个大师画 这我还真不信 还算你有点眼力 不过呀 你只看到了表象 里面的本质 却没看明白 你们看啊 这张画纸张价格不菲 画功精妙卓绝 但是 这画上的落款 墨迹较心 格格不入 你就不想想 画得费尽心思 要苟尾续雕是为什么呀 所以这画 跟洪姑 有什么关系啊 是不是洪姑想要暗示我们什么 为师倒是可以调查一下 好嘞 师父 在外面要注意身体啊 在家看好成儿 别让他闯祸 放心吧 师父 好 早点回来啊 好 师父 跟师前问个好啊 去 这 这是鞋 姐 这酒怎么有血腥味啊 这庙里的女尸骨质洁百 没有重度迹象 那为什么还要煮她呢 就是啊 你说这尸体都被煮熟 我明白了 掩盖身份 这个女人是红尼镇的人 去把庙里的煮湿水拿来 好嘞 好嘞 月月姐 红啊 这是什么情况 来 让我瞅瞅 没事 什么人 别跑 别跑 小子 别跑 想过脑内都找不到线索 我都替你着急 别跑 站上 站上 别跑 别跑 这贼人跑哪儿去了 小子 小子 别跑 你先别动 线索 就在这存闪堂 从这里扯 你若我信我就信 是个豪贼 这回话只是个开始 还快你拿好 不会用得到的 不追了 这什么呀 这存善堂怎么阴森森森的 你这贼人 等我抓到你们 就让你磕头悔醉 这存善堂 不就是田大嫂丈夫田明开的吗 怎么还有股腥兽 这存善堂 三更半夜到我重山堂后院做什么 我 我 我回家路过肚腾 蹦蹦蹦住了 来这个厕所啊 对对对 晚饭就是跟你们田老板一块吃的 不行了 不行了 我先走了 你看看他也没有事啊 等等 你认识田明 好兄弟啊 我就是 是 滚 我没问完呢 听说红姑从您这儿拿药方酱酒了 哪来的什么药方 那 那红姑呢 从来不认什么红姑 还有点疼 姐 我跟你说啊 那黑衣人根本不可能是田明 田明瘦得跟小鸡崽子似的 我一脚给他灯飞了 但是啊 那存善堂里有个小黑屋 还是很奇怪呢 我离老远 都能闻到那股腥臭味 这什么酒 这不是你要的酒吗 汤府 好 白姑娘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别问我了 你是红姑最好的朋友 我只能问你 红姑死得不明不白 你心安吗 田明比我知道得更清楚